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普京与拜登星期三在日内晚会晤 世界舆论之前对会晤能取得重大进展就没抱希望 莫斯科和华盛顿对会谈成果的预期也很谨慎 这次会晤不搞两位总统的饭局 普京和拜登分别开记者会 而不搞联合记者会 都是低调和防疫外的安排 然而这次会面展现了双方都有 给已经处在冷战后最低点的美俄关系止损的意愿 这与之前两国互是敌一相比 已经是一种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说 会晤顺利举行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成果 美俄在乌克兰问题 叙利亚问题 白俄罗斯问题和人权等问题上 都有着根本性分歧 不是一次会谈能够解决的 特朗普和奥巴马刚入主白宫时 都公开表示希望重启美俄关系 但他们离开白宫时 两国关系又都变得更糟糕了 拜登一上台对俄罗斯所使用的语言 比他的两位前任更凶狠 他明显是更反俄的新总统 但他有一个缓和美俄紧张关系的额外动力 那就是他现在很想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然而俄罗斯太大太强了 俄美关系不是华盛顿可以随意调整松紧的小游戏 在俄美重要分歧方面 双方谁坐让步都意味着重大的牵动 最重要的是 美国对待它与俄罗斯分歧的基本态度出了问题 形成了对俄罗斯缺少起码尊重的压迫性 苏联解体后 美国对俄罗斯拿出了战胜国的傲慢与强势 实施疯狂挤压后者战略空间的北约东扩 而且动辄率盟友联合对俄制裁羞辱莫斯科 美国所说的俄罗斯的侵略性 很多是俄罗斯在底线位置上 对美西方战略挤压的反抗 俄罗斯实际上无路可退 要缓和美俄关系 唯有华盛顿往后退一步 甚至退几步 同时他还要告诫盟友 尤其是那些新收编的盟友收敛对俄态度 恢复俄罗斯应有的国际环境和战略空间 然而华盛顿显然舍不得做这样的实质性战略调整 他其实是想愚和熊掌兼得 既维系欧洲国家的反俄和对美忠诚 又想在巩固北约东扩成果的基础上 安抚俄罗斯要后者接受现状安静下来 美俄对欧亚秩序的期待 有着太大差距不可调和 所以说拜普会得以举行本身就是成果 但它的成果恐怕也就局限于此吧